近日,邓伦和迪丽热巴的新戏《一千零一夜》正在热拍,两人在拍摄掉威亚的戏份时,邓伦不慎被吊在半空,迪丽热巴和怪力爆发,给邓伦来了个公主抱,日前两人冒雨拍摄新戏《一千零一夜》,两人在片场上, 都裹得十分厚实,一人抱一个暖手宝正在聊天,看起来超级冷,邓伦一身肌腱装被威亚吊在半空,热巴则难有力上身大秀公主抱,不知是威亚吊得不舒服,还是落在热巴怀中太害羞,邓伦全程身体僵硬,画面也是很搞笑了,剧情简介被马酒店职员007,是一个真诚善良,乐于助人的好姑娘, 但是性格上却很自卑懦弱,这个缺点严重地影响了她的生活,使她在工作上难以展开拳脚,实现理想,同时也不敢向爱慕的同事白海表达情感,一次意外的机会, 手环中功能词共振仪器发生故障,勿将007的脑电波数据传输,到了白海的梦境模型中,这一失误,让007获得了进入白海梦境的能力,由于只是在对方的梦里,007暂时放下了现实生活中自卑恶弱的缺点,努力帮助白海克服童年时候留下的心理阴影。